记者洪素京台北报导 敌因儿子孙安佐近期闹出恐攻风波 同为新二代的于湘泉也被拿来讨论 于美人在TVBS国民大会就邀请到于湘泉一同来讨论这个行动 美国联邦调查单位的案子 于湘泉谈到自己打架闹事的过去 不禁在节目中红了眼眶 只说对不起爸妈 13岁就被送出国的于湘泉 念了五间中学 一度濒临无学校可念的窘境 于湘泉自述在国外的时候惹是生非 常让父母于天汉里亚平头痛不已 而近期于湘泉又因为打人是僭越上媒体版面 于美人问于湘泉常这样惹是 是否曾经觉得愧对父母 于湘泉惭愧的说 像我手上这只手表是我爸送的 现在价值百万 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而我妈以前当我在加拿大惹事的时候 总是第一时间赶过去 于湘泉回忆其某次遭到退学的时候 李亚平千里迢迢带着红酒从台湾赶到加拿大 用不流利的英文向校长道歉 请校方再一次接受于湘泉 但只得到校长一句话 It 说到这里 于湘泉竟不禁哄了眼眶 听到李亚平护子心切的故事 就连于美人也感动落泪 新二代受到多人关注 压力有多大 于湘泉自爆现在一天还要吃尽时刻的精神药物 才能顺利入眠 于湘泉也说小时跟于天不愁 爸妈早出晚归一天都见不到几次 我只好跟朋友出去玩 对此亲子专家吴俊宇指出 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 让他们犯错后不必受到处罚 反而会让孩子长不大 而且有恃无恐 甚至可能持续犯错 于湘泉节目哭红艳 TVBS提供 于湘泉又 上于美人 佐 节目谈孙安佐 TVBS提供